美联储加起25个基点 政府宣布改革器官移植系统 其部会落下帷幕 给你跟中完 欢迎收看3月22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轮 美联储今年宣布加息25个基点 把现有的基准联邦基金利率 上调至4.75%至5%之间 此消息一出无疑让最近已经动荡不定的金融市场再度升温 但主席鲍威尔认为美国的银行体系稳健且富有贪心 美联储在周三的一席会过后宣布将其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 继续打压通胀 同时警告银行业近期的不稳定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在宣布连续第九次加息后 美联储已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4.75%到5%的范围内 鲍威尔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银行体系稳健且富有弹性 但实际情况是 在美国和海外银行经历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崩溃和救援之后 他们警告说 最近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导致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 并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造成压力 这意味着从房屋到汽车贷款到信用卡利率的一切借贷成本可能会更高 在美联储依然坚持要将通胀压回至2%的目标之际 市场却对进一步加息可能性发出警告 美联储发布决定之后 金融市场出现下跌 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这些涨幅 道秦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200多点 在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对围绕银行业挥之不去的担忧表态 向美国储户保证他们的资金仍然安全 美联储继续使用其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更多的问题发生 鲍威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表示 这些根本不是银行系统普遍存在的弱点 并将倒闭的西股银行周围的情况称之为异常值 不过在连续9次加息之后 全美消费者现在可能在一系列地方面临着更高的借贷成本 将近20%的信用卡利率到约6.5%的汽车贷款利率 据知识人士透露 曼哈顿大陪审团在关于川普的封口废案方面 依旧没有达成一致 该陪审团将于明天重新开会 听取另一名证人的证词 不过川普则再次发文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还坚持要在出庭时戴上手铐 目前来说 前总统川普正面临着至少四起刑事案件的调查 但有关于曼哈顿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针对川普封口废案的讨论已经陷入了白热化 目前来说 这是川普现阶段面临最为关键的案件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依旧在搜集 对于川普支付封口废 跟成人电影明星Stormy Daniels的证据 川普一再否认自己与这名艳星的交易存在不当行为 他强调这笔付款并不违反竞选规定 而是简单的私人交易 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 也成为了他此案中最主要的对手之一 科恩认为川普涉及了潜在的伪造商业记录 和违反竞选财务规定 科恩目前已经与曼哈顿卷察官办公室 会面了20次以上 还有两次在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 内容也都是有关于这次13万美元的封口废案 虽然这起案件目前是外界的关注中心 但法律专家则表示 相比于川普所面临的其他案件 这还远远不是最重要的 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两大案件 都已经由司法部指派特别顾问进行专门调查 其中包括川普处理海湖庄园机密文件的行为 可能已经涉及了阻碍司法调查 当然还有1月6日国会事件有关的其他指控 而且这还不是唯一一起与2020年选举有关的案件 在乔治亚州福尔顿县县县长范尼维利斯正在调查川普以及其盟友 企图推翻选举机票的行为是否违反了选举法 在干案件中同样有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提交了一份报告 建议提出多项指控 但是目前为止检察官依旧在犹豫最终是否向川普提出诉讼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近日邀请俄海俄州 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应急和消防部门一起 在此前发生脱轨泄露事故的俄海俄州 举行了一场安全应急的反应培训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这种培训一直都存在 而此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一线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 来自俄亥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 西弗吉尼亚州的几十名应急部门的人员 参加了周二的培训演习 以应对铁路再次发生紧急情况 诺福克南方公司组织了这次活动 是为了一线工作人员和应急部门提供的持续性培训计划 2月初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运营一列载有有毒化学品的火车 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出轨 引发大火 车上当时载有有毒化学物质 对居民的健康和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3月4日 诺福克南方又有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出轨 内容物不涉及危险材料 但出轨事件加上了人民对铁路的安全担忧 该公司的负责人在培训中也表示 他们将继续致力于使该社区恢复正常 并表示这些类型的演习会变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应对第一反应者的建立关系 该公司自2015年以来举行了类似的训练演习 包括在东巴勒斯坦 不过即便如此 俄亥俄州总检察长上周已经宣布 对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提起联邦诉讼 指控其上个月在该州东巴勒斯坦发生的火车脱轨 有毒化学物品泄露事件负有全部责任 并索赔包括居民健康以及财产贬值等经济损失 具体的数额尚未公布 联邦政府今天宣布了一项新的器官移植系统改革计划 系统通过建立新的组织 新的数据模型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产业 从而让患者能够获得一个更快速 更透明 也更为现代化的器官移植系统 根据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下属机构 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HRSA的数据 全国目前大约有十万四千人在等待着器官移植 而在这段时间内 每天都有平均17人死于这个漫长的等待期 杜科大学的医学院外科医生斯图尔特·奈奇特尔博士说 现在的系统基于1980年代的模型 效率极其低下 而且对于富人来说优先度过高 因此HRSA在今天的一份新闻稿中 概述了新的改革计划 该计划能够帮助政府机构 在2024财年获得比以往多一倍以上的资金支持 预计总金额将会在6700万美元左右 从而将这套古老的器官移植系统彻底现代化 新计划还将会为患者们提供更为及时的信息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监督整个移植过程 这也将有助于解决公平问题 避免在此因为不透明而出现医疗纠纷 政府还计划把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 所负责的部分职责转移给外部组织 UNOS是一家位于佛罗里达州李士满的非盈利组织 自1986年以来 他就一直是美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唯一管理者 政府的计划还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董事会 并制造一个在线监督表 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包括器官的信息 候补者的名单 以及接受移植者的人口统计数据等等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在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发现 从2010年到2020年 有大约70人死于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内的系统故障 议员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新的改革 为国家管理器官移植的方式提供一个重大的改进机会 泽连斯基再赴前线探视无军 消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正式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廷告别之后就动身返回北京 期间两国签署了新的经济协议 也共固了对于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的联盟也让世界的两极化变得更为明显 俄罗斯总统普廷和他所谓的亲密的朋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红毯上亲切会面以来 已经过了三天 双方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 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尽管一直以来都表现出所谓中立的态度 还多次呼吁停止战争 但其所提出的十二点计划 基本上就等于允许俄罗斯合法吞并 现在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对此普廷也表达了高度的赞赏 自俄乌战争大响以来 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依赖性就大大增加 由于遭受了西方的猛烈制裁 莫斯科方面就只能向中国出售大量的能源和产品 来支撑日益甩弱的经济 并且在电子产品汽车和飞机方面 尽可能的去西方化 从而更多的依赖中国市场 甚至能够希望用人民币来代替美元的地位 不过在俄罗斯 人们也对于北京的动机进行了嘲讽 在一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 一位军事专家说 中国只有一个盟友 那就是中国自己 中国也只能有一个利益 那就是亲中利益 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没有利他主义 但中国的国家媒体却大肆宣扬了中俄关系的好处 微博的各大官媒纷纷发文 评论中有人说合作共赢 也有人说中俄友谊长存 当然这些所谓的评论 也都是在中国严厉的监管系统下所诞生的 即便是有用户存在不同的意见 这些所谓的敏感评论则会被立刻删除 通过与普廷的这次会面 习近平也希望能够在连任之后 强调他作为全球伟大政治家的作用 也希望中国的联手能够领导和推动 所谓新世界的格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今天走访东部前线巴赫姆特镇附近的军事阵地 探视乌军 巴赫姆特战前约有8万人 保卫这座工业城镇的战役 是阻止俄军的关键 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多以来 最长而且最血腥战役 却在当地持续进行中 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 在顿内斯克州巴赫姆特地区的乌克兰军方前线阵地 今天我很荣幸到这里颁奖给我们的英雄 握手并且感谢他们保护国家主权 泽伦斯基办公室公布影片显示 他在一个仓库跟军人见面并且颁发巡章 尽管分析认为已进城废墟的巴赫姆特几乎没有战略价值 俄军和乌军仍都为这场战役而大举投入 巴赫姆特战前约有8万人 吉佛表示保卫这座工业城镇的战役 是沿整条东部前线阻止俄军的关键 在另一则发文中 泽伦斯基表示他也探视接受治疗的乌克兰伤兵 影片显示他在医生陪同下视察一间医院 对伤兵打招呼 泽伦斯基去年底对美国展开历史性访问之前 曾经进入巴赫姆特慰劳军人 与此同时 泽伦斯基周三还发布一条视频显示 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东南部城市 扎波罗热的一栋公寓楼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泽伦斯基透过Telegram发布的视频 似乎来自监控摄像机 捕捉到导弹击中繁忙道路旁的 九层住宅楼的那一刻 扎波罗热市市长表示 俄罗斯对一处公寓大楼区进行攻击 至少造成一人丧生 二十多人受伤 另外莫斯科军队在零名前发射了爆炸性无人机 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学生宿舍 炸死七个人 主要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东非国家 乌干达国会通过了一项全面反对同性恋的法案 可将具有同性恋或性少数认同的人视为犯法 而根据这项法案 朋友 家人和社区成员若发现身边的人有同性关系 都有义务向当局通报 新的反同法案于本月稍早提出 二十一号在乌干达国会轻松获得通过 如今法案将承送总统穆塞维尼 他可以选择行使否决权 与西方国家维持良好关系 也可以将法案签署惩罚 届时同性恋者将面临漫长刑期 不过过去就曾公开批评同性恋的穆塞维尼 否决的可能性极低 根据这项法案 朋友 家人和社区成员 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同性关系 都有义务向当局通报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这项新法似乎是第一项 仅仅因为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和LGBTQ身份 就视为违法的法律 乌干达已将同性性行为视为非法 但新法案企图更进一步 要依据性别认同而入人于罪 法案也规定 以从事同性性活动为目的 而右拐或走私儿童被定罪的人 可处以无奇徒刑 支持或资助LGBT活动 或组织的个人或机构 或出版、广播、散布 支持同性恋的媒体素材 和文权作品 也会面临起诉和监禁 乌干达维权人士和LGBT族群曾说 国内的反同性恋情绪 让他们处于肢体和网络暴力威胁中 新法案可能对全体乌干达人 造成深远影响 已有约30个非洲国家 禁止同性关系 这些国家仍有许多人 保持保守的宗教和社会价值观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京东的第十二股大河气流 昨天开始肆虐 带来了暴雨和狂风 部分地区民众一天当中 经历了倾盆暴雨 雨后阳光和冰雹等奇异天象 甚至在加州极其罕见的龙眷风 也出现在洛杉矶 国家气象局警告 山区及低谷地区 警防泥石流和洪涝灾害 入冬以来的第十二个冬季大河气流 周三持续袭击加州 国家气象局警告说 本次暴风雨洪水警报 将持续到周三下午 山区及低谷地区 要警防泥石流和洪涝灾害 碧海地区雨后污染物排放量大增 民众要谨慎前往 根据各地区21日午后报道 本次风暴影响面广阔 南加州地区圣塔莫尼卡 威尼斯海滩 曼哈顿海滩 长滩 以及华人居住的圣盖博谷部分城市 都传出灾情 包括电线倒塌 树木倒幅 不同程度的泥石流和洪涝灾害 以及由狂风刮起的重物 导致的户外损失 在洛杉矶地区 由于雨势太大排洪不及 部分街道出现大面积积水 交通受阻 太平洋海岸公路 亨庭队喊滩 华纳大道和海点街之间 由于洪水穿急被迫关闭 而同样在周三上午 一场较弱的名为山崩的龙卷风 袭击了南加州的城市蒙特贝洛 这个城市靠近洛杉矶 有五栋建筑的屋顶被掀翻 目前已至至少有一人受伤 这是近年来加州首次出现龙卷风天际 而中北加州的部分地区的农户 也备受新一轮风暴气流的影响 部分农民种植的农作物都被降雨淹没 一位经营番茄农场多年的从业者表示 自己的农业用地几乎全被洪水淹没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加州的蔬菜和水果 由于受到这些极端天气的影响 价格会有一定的涨幅 因为很多地区都要重新种植 国家天气预报 此次洪水预警将持续到本周三的下午 气象局同时发出大风警报 城县地区的22日上午至中午 可能出现风速每小时45至55英里的大风 而领阳谷一带的风速 可能达到每小时75英里 今天是第31个世界水日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化学污染 加州政府和供水部门一直致力于 改善和保障居民的用水安全 甚至在各个水区设置了水值实验室 以确保水值能够达到居民的 引用安全标准 虽然目前的自来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 是安全的 但每年仍有数百万居民 接触到来自水龙头中的污染物 在第31个世界水日来临之际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 引用水的水质安全 此前美国环境保护署 曾提议建立新的水质标准 要限制公共引用水中有害的 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含量 据一些专家称 就引用水而言 合法与安全之间存在着差距 水区负责人表示 环境保护署目前对引用水中的 90种不同污染物进行了监管 从天然存在的坤到有害的迁 而自国会1974年通过安全引用水法以来 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自来水中 发现了数十种具有潜在威胁的化学物质 多年来环境和公共倡导者们一直在推动制定关于PFAS和全服多服物质的法规 这些物质不会在环境中降减 EPA估计新规则可以减少近一亿美国人对于这些物质的接触 降低癌症 心脏病发作和分娩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而各个水区也在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在纽约为您报道 今天3月22号星期二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大盘今早小幅下滑 在最近银行业出现危机的背景之下 投资者密切关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 并希望了解该机构做出的抵抗通胀的计划 今天下午 美联储一如外界预期宣布加息25个基点 并称加息周期接近结束 赞赏银行业健康且具有韧性 此次加息之后 美国联邦基金的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 已经升至4.75%到5%之间 加息效应会传导到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等众多消费者债务当中 消息短时间刺激大盘在午后有跌转升 道指一度反复抽高了148点 但其后三大股指一起转跌 收盘时的跌幅进一步的扩大 在今天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530点 收报3203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0点 收报11669点 标牌指数则是下跌了65点 最后收报3936点 经济数据方面 抵押贷款需求上周继续增加 由于贷款利率有所回调 购房者的抵押贷款申请 比前一周增长了2% 如果利率再次上调 那么购房者刚刚有所回升的贷款意愿 可能又将被抑制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 季节性调整指数 上周购房者抵押贷款的申请总量 较一周之前增长2% 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6% 此外 具有合格贷款余额的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上周从6.71%下降到了6.48% 这一利率是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仍然高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当时的利率仅有4.5% 本周 房屋贷款再融资申请 比一周之前增长了5% 但是比一年之前减少了68% 再融资需求 对每周的利率变动高度敏感 但是由于目前贷款利率 总体上处于高位 借款人已经很难从再融资当中受益 另据一项统计到2022年底 美国房屋的价值损失了大约2.3万亿美元 路透社引述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盟友 OPEC家的消息表示 即使银行业危机导致原油价格暴跌 仍可能坚持每日减产200万桶 直到年底的计划不变 俄罗斯表示将继续将石油产量 每日减少50万桶直到6月底 一位OPEC家的代表指出 这只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减产 在年底之前 整个集团没有任何的变化 另有代表表示 OPEC家没有进一步减产的计划 而最近油价下跌 与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有关 与市场的基本面无关 美国能源资讯局今天公布 美国上周的原油库存增长了111.7万桶 市场预期为减少156.5万桶 原油的每日进口量增长了5.1万桶 链场的产能利用率上涨了0.4个百分点 各股方面的消息 西太平洋合众银行股票交易大马 PACW披露 截止到3月20号为止 存款合共为271亿美元 与去年12月底的339亿美元 或者3月9号的332亿美元相比 减幅接近20% 银行的存款流失 主要是来自于风险投资专用存款 在增强流动性的举措方面 盖银行表示已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 借贷了37亿美元 从美联储贴线窗口 借贷了105亿美元 从美联储应对本次危机 新设立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当中 借款了21亿美元 还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那里 获得了14亿美元的现金 得以迅速从无负担的优质资产中 释放了流动性高于不受担保的存款总额的水平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收报每股10.1元 下跌了17.1%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并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3月22号的华尔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鸾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